昏昏的聚會 Lupo Jack Jack Darley 恭喜新鮮出門的 Astro國際懷疑小姐2019冠軍 Jack招姐Lina 還有亞軍、瑞里、廖貝衣以及技術 全程力學 不知道這三位女神在比賽之後 最想做的又是什麼呢? 這個答案有點可愛唷 吃蘑菇 對這個我們八位一起都可以達到共鳴 就是吃蘑菇 吃蘑菇 所以你們約好了嗎? 約好了 老實說是約好了啦 這還在發生啦 如果有機會的話當然會啦 然後我自己是比較想要往主持方面走 或者拍一些綜藝電影啊 綜藝節目這樣子的 其實我也是想會 我也是想要看看有沒有機會 我想要做一些關於模特 或者是演技的那一邊 可能因為本時候我就是模特吧 其實可是還是想要 就是在模特圈子打鼓這幾年 然後打拼這幾年 然後當然我還想要try一些新的 就是職業 就是演藝 因為其實我對演藝還蠻感興趣的 所以就是 如果有心想要找我演戲的話 就是幫你們來找我 已經開始在 也要拉票了 哈哈哈 繼續 唉唷 演戲 那有的機會出現在宣的網址呢 畫錯了回來 評審們在成績出路時 交接了好久 最後評審之意的林安蓉和葉維浩 也透露了台灣心中的冠軍 那是差不多的 不過就是五個評審嘛 我們也要綜合大家的意見 那當然呢 有些就不是他心目中的心水冠軍的 那有大部份是心水冠軍 那最後我們談了一段時間 如果再談下去 就十二點都頒不到獎的了 哈哈哈哈 那最後我們尊重正式的成績 所以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心目中的冠軍的表演嗎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些位不一樣 剛才沒有講到 剛才沒有講到 我心目中的冠軍是一號來的 嗯 我看人真的很衰的 每年我猜誰是冠軍 他一定是死火的 哈哈哈哈 就是因為你 對 不過他 他通常都會在娛樂圈 有很好的這個發展 哦 哦 是的 在我的選格裏面 頭的三位都中了兩位 就是六號 就是現在的冠軍 和一號 是的 那其實 一號在今晚的過程 裡面 他突然之間 發光了 嗯 尤其是在他們跳舞的環節 最可惜哪個沒有一號三號 有啊 有啊 我覺得八號真的有點可惜 八號 八號也算是一個大二之一 但是一個獎項都沒有 附屬獎項 也沒有 那 三甲又不入 唉 阿菲 問你 所以什麼八號 八號也是的 但是因為八號 給我們的感覺 它已經很熟 這個環境 那 可能 我自己覺得 真的不代表 本字幕的立場 哈哈哈哈 可能因為這樣 反而會失去婚 嗯 無論如何 大家都幫幫吧 粉絲包包